门诊这位患者 三个月前体检发现肺内三个节节 那找我想手术切除掉 我建议他先观察一下 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也许三个月后再复查就消失了 因为肺部多发节节的性质 可能多种多样 有的可能是炎症反应 有的是局部组织增生 还有的可能是原胃癌等病变 通过一段时间的密切观察 我们可以更准确的判断节节的生长速度 进而更深入的了解节节的性质 过了三个月 我们发现左上肺的节节 并未出现显著变化 倾向于认为它是一个原胃癌 而左下肺的实性节节 则在三个月后明显变淡 判断是严正反应 至于右肺的节节 它完全消失了 也是一个严正的节节 正是通过这种细致的观察 我们得以明确每个节节的性质 从而为后续的治疗策略制定 提供了重要依据 这种策略 不仅避免了不必要的手术创伤 也确保了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因此 当首次发现肺部多发节节 是等待和观察 往往是最明智的选择